在北大学艺术理论的 然后昨天晚上呢 正好跟摄友也聊起了一幅画 对 就是这幅画 这是什么 卖了天价是吧 对 所以韩老师呢 我就不用问了 人家是专家 我想请问一下 这是画呀 小赛老师 你说说他多少钱 我不想说多少钱 我只想说我也是画家呀 我从小就是画家 两亿多 不止 这是艺术家汤伯利他画的 然后他是坐在 他一个朋友的肩膀上 让那个朋友呢 就随便的摆动 他就跟着这个摆动起伏 在黑板上画出了这些圈圈 然后在最新的一次拍卖会上呢 他卖了4.49亿 人民币 好 这个问题也很好给你打 我到了美国 我参观了博物馆 我看到了底上那个尿槽的那个拳 杜上那个是吗 杜上 对 那个拳 我说你们博物馆花这么大钱 为什么要收购他 不就是个尿槽子吗 所以您觉得这不是我们可以发展方向 不是 他说了一句话 我认为是对的 他说他在我们美术史上 出现了这样一种艺术形式 我们博物馆要保存它 因为从前没有这种意识 知道不知道 所以后来这个地上 那些是不是这个卖那个卖 爱不说谢 穷费尿槽 你也知道他有不好的日子 你不要光记得他那个尿槽子卖的挺贵的 这里面就讲还有捧家呢 知道吗 捧着 我和美林为什么我不参加拍卖行 就不让你捧 对 所以我就觉得像这种话吧 他该值多少钱值多少钱 历史去说去 人民去说去 这些年其实卖天价的话还真是挺多的 然后我就觉得说 他是不是在误导我们的艺术家 因为艺术家他就想着 既然这些话可以卖天价 那我就不要好好的练基本功了 所以你重任在间 你要教育教育我们年轻人 有那么一个正确的审美观 不就行了吗 对不对 谢谢 谢谢